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明浩水下戏份超敬业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玻璃海台 乔麦翠翠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金神 大家好 我是紫薇 节目的一开始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来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哦 小鱼哥 今天这个造型很不一样 戴了一个新的眼镜 给人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是不是要参加什么新节目啊 哪有 其实我平时也是 这样文质彬彬的嘛 但是呢 说到这个新的节目啊 我是没有机会去参加 但是呢 要告诉大家 在本周日呢 我们东南卫视 就会全新推出一档节目 名字叫做 《飘扬过海来爱你》 大家知道这是 两岸青年朋友交友的一个节目 所以我就想到 其实紫薇你可以去参加一下 我觉得说到我应该小一个 我俩一起结伴去参加 解决我俩这个 大龄青年的问题嘛 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还属不属于青年 如果可以去华那还挺好 是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俩真的去的话 我们也不用解决了 我们俩本来凑合凑合就成一对 就讲上在一块是吧 是挺好的 好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东南卫视的这一档 《飘扬过海来爱你》 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联合出品的首档两岸交友节目 《飘扬过海来爱你》 即将于本周日晚21点15分跟大家见面了 作为一档交友生活服务类节目 《飘扬过海来爱你》旨在为两岸青年提供最真实 最温馨也是最浪漫的交流互动平台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每期节目都会去一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会有一个主嘉宾 以及30位配对嘉宾 主嘉宾经过甄选 从中选择三位配对嘉宾进行一对一的约会 之后还会有一对三的共同约会环节 最终他将从中选择一位牵手嘉宾 可以说这是一次两岸之间全新的爱情互动了 那么在后天即将做客咱们第一期节目的主嘉宾 就是来自台北的邱佩奇 成长之路往往是一个人的战斗 我从不对逆境屈服 披荆斩棘也要顺放 我是邱佩奇 面对爱情我同样一往无前 我敢爱 你敢来吗 但你可能难以想象 这样一个敢爱敢恨的女生 在面对我们第一轮配对嘉宾的 征选环节时 展现出的却是另一副模样 一直都很紧绷的耶 因为他们靠你好近哦 有几位男嘉宾还会偷偷地抛媚眼 与女嘉宾略带羞涩的状态不同 男嘉宾们为了牵手成功 一个个可都是卯足了劲 你真的很牛耶 哇 好优秀哦 不要停 我就单手 好了 拉伤了 好厉害 我心脏快跳出来了 我的小心脏 而除了男女嘉宾们之间 精彩的互动外 由多位艺人 主持人 情感专家 组成的恋爱观察团 也是给我们奉献了 很多幽默十足的点评 她就想让她办卡吧 今天我们约会 了解一下四个套餐 她跟第一位男嘉宾 有笑 有害羞 还哭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好像 不影响啊 她可以跟一号男嘉宾 一起去健身运动 跟二号恋爱 这不冲突啊 带着二号去一号那办卡 想知道本期主嘉宾 最终选择了哪位男生吗 而他们之间 又想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 那就敬请锁定 本周天晚21点15分 东南卫视为您奉上的 飘洋过海来爱你吧 在昨晚的你好妈妈中 我们迎来了乒乓球界 标杆式人物邓亚平 近几年我们已经很少 看到邓亚平打球的样子了 在昨天的节目里 邓亚平不仅和大家 分享了自己 关于乒乓球的心得 还拿起了球拍 和现场的同学们 切磋起了乒乓球 这就是我小的时候练的 现在基本功 对 这根本功 哇 我第一次肉眼看 我也发现他 很可怕 除了和大家一起互动 邓亚平在节目中 还分享了他的人生感悟 令人受益匪浅 我坚持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就比如说拿我的打球来说 我的打法 这个风格 没有人做过 也没有人走过 你在这样走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的质疑 大家觉得肯定这样不行 那你要如果听从别人说 就不打了 那就完了 这件事 所以说一定要相信自己 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 我们千万不能长得一样 邓亚平是冠军 也是一位妈妈 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的邓亚平 在教育理念上又是怎样的呢 他平日里和儿子 又是如何相处的呢 每个人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 是不可以去强求别人 也不可以强求 即使我的孩子 也不可以强求他 每个人都是有个体 然后每一个个体 我们要去尊重每一个个体 所以说我首先 从我自己的教育来看 我是比较尊重于个体 这样的一种 更多的是启发性的教育 而不是说我强压他 你必须要这样做 或者你必须按我的旨意做 有些事情呢 我认为更多的是 可以去跟他讨论的 那么他是属于那种 不是很近的那种孩子 我那天就是逼了他一下 逼了一下 估计就是很逼了一下 没有 那一天 我让什么都不让练 就发一个点的长球 发了两个半小时 比较稍稍逼了一下 但是他也同意 所以我们是事先都谈好的了 事先都商量完了 商量完了以后 试一试 也说还行 行了 接着练 所以什么事情 都是先征求一下意见 是吗 我觉得你这个征求意见 是走行驶 也真的征求意见 想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每周四晚21点20分 敬请锁定东南卫视 乐饭店继续给大家 发送福利了 吃玻璃海苔 巧麦脆脆 看快乐电影 在7月17号呢 由玻璃海苔 巧麦脆脆 独家冠名的 娱乐乐饭店 亲自冠言活动 又跟大家见面了 现场呢 不仅有好看电影 好玩的游戏 还有我们玻璃海苔 巧麦脆脆的大力包 那这次带大家一起去观看 是哪部好看电影呢 没错 就是动画片 未来机器城了 而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会送上 莫文卫马上在福州 所举行的 角色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门票 所以喜欢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积极在我们的 微博和微信上来索取了 是的 接下来看一下 好久不见的黄晓明 他最近呢 有新的电影 要跟大家见面了 来看一下 昨天由黄晓明 杨子 杜江等主演的 致敬消防员的影片 《烈火英雄》 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活动现场 主创们不仅和大家 勤切互动 还分享起了 拍摄影片的感受 首先我很感谢 两位导演 给我这个机会 因为我爸爸 以前是小方人 对 其实我怕这个电影 有一点像 完成我爸爸的信任 因为那个时候 我很小 然后我爸爸 总是晚上会出去 但是小小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长大也看我爸爸 我说他其实 当时出发的时候 他心里就想到 年幼的我 他想回来说 能够安全地见到我 就好 所以刚才看这个预告的时候 我觉得 我爸很伟大 对 他是我心里的元首 然后每个消防员 都是我心里的元首 此次在影片中 黄晓明饰演的是 一位消防队长 当天在现场 他就和大家 科普起了消防安全口诀 更加体会到 我们消防员的同意 他们是和平年代 真的是 牺牲最近的人 所以我希望 我们大家在生活中 能够减少一点运患 这样可以预防火灾 这样我给大家说 一个消防的小口诀 好了 没问题 三千三观三面 清楼道 清阳台 清厨房 关电源 关燃器 关门窗 灭烟头 灭火灰 灭烟头 这样子 他就多注意了 就可以让消防员 安安全全 安安地在家里面吃饭 谢谢 烈火英雄 将于今年8月1号上映 作为一部 信里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的影片 烈火英雄 将展现出消防员 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 同时也借此提升 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 消防队员都有他们的家属 也是他们守护的人 其实在这里 也非常感谢消防员的家 我们在这里 向你致敬了 关注消防群体 提高消防意识 其实是跟我们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的事情 我们除了致敬 消防英雄的同时 我觉得还是要 从我们做起 从小事做起 从预防做起 这样我们整个社会 就会少一份灾难 多一份安全 网剧《怒海前杀情领神术》 昨天在北京举行答谢会 导演朱雁 侯明浩 程毅 李曼等演员出席活动 作为一部改编自 盗幕笔记的作品 该剧一上线 就获得了不少好口碑 从演员阵容来看 剧中挑大梁的 都是新人演员 当天活动上 导演李昂对这几位 新人演员的敬业精神 暂不绝口 在《怒海前杀情领神术》中有着不少水下戏分 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拍摄效果 演员们甚至都考取了潜水症 这种认真拍戏的镜头 着实值得点赞 有一场戏就是小哥 要用他的手指去戳我肩膀的尺度 对吧 然后当那场戏 至少我拍了十几个二十个以上 因为他要由我来去救我 然后他那个手指就特别长 做那个特效的手指 然后梅子都戳不到 然后就是其实反复拍了很多条 其实每一场水席 其实看似简单 其实都是经历了几十条以上的开始 昨天歌手信《现身北京》 举行了自己新专辑《炼金术》的媒体发布会 听过信唱歌的歌迷 想必都知道 他的舞台表现极具爆发力 很多歌曲中蕴含着激情与情感的撕心裂肺 让人畅快淋漓 不过听说在这次的新专辑《炼金术》中 歌曲风格可是会有很大转变呢 以前的歌很容易 就是我扯太上子汗 往私立唱 就感觉没什么问题 但这个歌是一种 人家内敌一点 然后要做到淡而有味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就好像是大雨大楼 没有很清秋 清秋还是要配菜 不再飙高音开始走起温柔路线 现在当年也是表示 自己未来的音乐道路会更加多变 这张《炼金术》是我一个 重新往前走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然后重新让大家看到更多不同面向的信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也看到大家看到我在这个 蜕变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 《炼金术》只是一个开始 然后希望将来有更多更多的 我能够尝试的事情 然后在我的 我播也很轻易地就说 学习也不错 就是唱一直唱 唱到大家不想听位置 乐凡天综合报道 娱乐凡天 出道20周年演唱会启动 大张伟内心感慨很多 这回 我现在都要打托啊 别走开 欢迎回到 不得海台 乔麦脆脆 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凡天 我是小玉君 大家好 我是紫薇 由我们东南卫视所主办的 2019东南供应之星的 真选活动 福州赛区呢 已经圆满地落下帷幕了 所以这就意味着 我们全州赛区 马上就要开赛了 没错 也就是在本周末呢 全州赛区将会迎来 60位的选手 他们呢 将会在台上展现 他们不同的才艺 更重要的是 他们特别有才华 甚至有的还会 填词作曲哦 让人非常期待 是的 还要感谢紫菜国家 标准起扫单位 阿一波食品 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好紫菜阿一波 另外呢 在这里提醒大家 本次活动啊 东南卫视不向大家 收取任何 培训和报名的费用 并且呢 最终解释全规 东南卫视所有 做工艺小试者 传递满满正能量 2019东南工艺之星 等你来哦 好的 接下时间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在舞台上 活力满满的大张伟 没想到 他已经出道20周年了 昨天歌手大张伟 在北京出席新闻发布会 宣布自己将举办 出道20周年演唱会 但说起这次20周年的庆典 大张伟起初非常抗拒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10周年的时候 是我特别痛苦的那一天 然后因为那一天 是我首先 我10周年乐队解散 然后而且我们10年 才开了一会儿一天 开了一会儿一场会 这就是为什么那回 我那会儿一场会 会哭的原因 聊起当初的日子 大张伟的心情稍显低落 不过好在当天发布会上 菊冰姐姐的意外现身 让她心情好了不少 一份珍贵的画册顿时把记忆 拉回到她的童年时期 这是1994年7月 我们中央电视台 迎合少年电视艺劇团 去中国的澳门 演出 张伟啊 张伟啊 是 主唱 我来翻一下 哇 哇 这个里面是当年小的时候的 就是说我是领唱对不对 大老师 对不对 我是领唱 哇 这是谁啊 对对对 那是看我哭骂 对 真的 你小时候有这么一本正经的打扮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 阳光彩虹的孩子 对 那就是小白马 你看 别的介绍特别酷 张伟天生一副好伞子 她在演唱 潇洒自如明亮清快 昨天国内首部荣编 《青情青春》的励志影片 胡杨绍启动仪式 在福州举行 导演崔欣平 携主演张光北 郭广平等主创出席活动 为影片开机宣传造势 胡杨绍的电影故事 围绕边疆手边家庭展开 发扬了当代青年 传承新时代的胡杨精神 是当代社会情感故事的真实写照 拥有26年兵临的演员 郭广平就在活动现场 和观众们分享了自己 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 我是这个故事非常开心 尤其是局中的图屋节 写得非常好 而且在以前的当代的军事 做过很少见 有没有人的设计 故事感到我 情感到我 我们的导演 我们的编剧 我们的直接出品方 这帮兄弟 这帮老师 兄弟们 这个情感到我 所以我要解决给你 把你来感激 乐翻天 走 欢迎来到玻璃海苔 乔麦脆脆娱乐 显微镇的环节 答对问题就有去获得奖品 上去娱乐 显微镇的答案是李文 恭喜这位幸运观众 获得玻璃海苔 乔麦脆脆提供的大礼包 好的 接下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节目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画面中的这个人是谁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 娱乐乐翻天的官方微博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海苔 乔麦脆脆 所提供的大礼包一份了 是的 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 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就能登陆以下网站 或者手机下载 海博TV客户端 就可获取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就将会在娱乐乐翻天 再会咯 周末愉快 一起为歌娱乐 娱乐乐翻天 娱乐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